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22日 星期日 我們今節就跟大家講講香港時事 這一節想研究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 香港現在是不是打算永遠封鎖著自己呢 話說現在 繼續武漢肺炎在全世界爆發 絕大部分現在最擔心的是Delta的變種病毒 現在 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都選擇了 決定跟病毒繼續共存 還有小部分的國家繼續堅持著要清零 換句話說 繼續鎖關的政策 這個其中一個 繼續鎖關的地方 就是香港 到底 在鎖港的背後 有沒有其他的政治目標呢 是不是純粹是基於防疫 所以就是 一定 堅持要清零呢 我們今節就嘗試探討這個問題 到底 林鄭月娥港共政府 是不是藉著這個疫情 要永久繼續封鎖香港 在研究這個問題之前 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家 到底現在香港想不想 封鎖住自己呢 問這個問題之前 又要看看另一個地方 那個叫做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已經告訴了給全世界 他現在 很希望封鎖住自己的邊境 封鎖邊境不是因為 有外面的人衝進來 而是為了要封鎖住本國的人民 不能夠 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 現在 香港 現在跟內地越來越相似 中國大陸現在的 所謂封關措施 背後有80% 甚至乎是 90多% 跟政治有關 現在的操作 就是基本上 不想 大陸人有任何的理由 和理據 離開這個國家 因為他擔心人們走了 永遠都不回來 現在這個國家千方百計 想著要留回去這群人民 換句話說 留住那群韭菜 留住那群韭菜 繼續讓他們 載割 香港很不幸地走著相同的路徑 所以 其實是有100% 100%的理由相信 現在香港政府的所謂防疫策略根本 只不過是一個表面的紡紙 實際上 打算要永久製造一些藉口 封鎖著香港才是真正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要封鎖著香港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本來香港人沒有地方可以去 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 自從英國政府 開放給持有BNO的人移民到英國 導致原本 沒有人離開得到的香港 有大量的人預備離開 這群離開的香港人當然是帶著大量的財富 知識 專業資格 這樣離開香港 對於香港來說 經濟造成 難以彌補的破壞 換句話說 港共政府無論如何 都沒有辦法 救回這件事 香港亦都跟中國大陸內地不相同的地方 原本香港是一個開放的 國際城市 換句話說 它不能夠像中國共產黨那樣 今天就公佈 封閉關口 明天就公佈 不讓人離境 這樣的做法 就是會使得這個地方 一夜之間 瞬間崩盤 然後會導致大量的人 用不同的理由繼續逃亡 換句話說 它不希望做的事 就是不能夠公佈 如果一旦公佈 永久封關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 即使香港政府有很大的誘因要封關 但是絕對不會公佈這件事 因為公佈這件事 等於 就是會製造恐慌 就會面對這個崩盤式的逃亡 這件事是香港政府 非常擔心的 所以就不敢做的事 換言之 香港政府就是會用其他 堂而皇之的藉口繼續留住香港人 又或者減低 其他人離開這個地方 的潛在有因 最簡單 因為很多人移民 原本就是想著 將東西慢慢搬過去 非英國一轉 回頭又回來 回來又搞了一些東西 接著又飛回去 最多人就有這樣的想法 當然 他們沒有政治迫害的危險 當然很多人可以 就是往返這兩個地方 搞了一些首尾 所以林鄭想出來的其中一招毒計就是利用著疫情 強制要清零 然後 就是要永久跟那些有疫情的地方 保持住隔離 換句話說 只要他一天保持住隔離令 任何去過英國 新加坡 港到明和病毒共存的國家 不讓他入境 甚至乎 要隔離21天 雖然不能夠永久被 制止香港居民往返這些地方 但是 通過了這個抗疫的 藉口 那麼就可以使得一個人要前往這些地方 往返的時候就會非常浪費時間 因為絕大部分 都不會想 自己需要隔離21天 更加 不想付21天的酒店錢 因為 香港政府 就會收你非常昂貴的價錢 間接增加你往返的成本 香港要求清零 其實一點意思也沒有 中國內地也是說自己要清零 實際上中國大陸 就是藉口用這個理由 就是禁止那些人往返 其實 表面上就是禁止那些人往返 實際上就是禁止那些人離開中國大陸 我想應該很少人就正式留意到這件事 實際上中國大陸非常之害怕 那些人逃亡在外面永遠都不回來 因為現在有大量的人口流失 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極高 使得經濟陷入癱瘓和崩潰 中國大陸也不是隨隨便可以把經濟規模 縮小 原本14億人 現在只有8億 7億 那我就把經濟規模縮小 行不行呢 中國大陸是不行的 因為中國大陸 債務 已經 去到一個非常 非常 史無前例 驚人的一個數字 換句話說 不是想將經濟規模收縮 就可以收縮 這樣做法是不行的 因為你還不到債 只能夠將經濟規模擴大 才能夠將 債務那麼高的槓桿比率 嚴格來說不是槓桿比率 實際上那個是 一個超級泡沫 要硬生生的把超級泡沫壓住 唯一的方法就是將 經濟繼續推上去 所以他其實 絕對沒有能力 就是令到現在的大陸經濟 就是 減少規模 Scale down一定是不行的 假如這個時候 因為疫情還有很多人 逃亡 趁著政局不穩定 把資金帶走 這個對中國大陸會造成致命的打擊 所以中國大陸絕對不會被人這樣做 而香港的情況 其實也是 相類似的情況 香港的經濟就注定向下行 什麼時候去到所謂爆破呢 還要再看下去 因為香港的經濟基礎 相當之紮實 即使政治 是否瘋狂 也未至於一炮就把整個經濟倒壞 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經表明 就是要跟現在的武漢肺炎病毒共存 包括美國 英國 新加坡這些地方 主要就是這些西方的世界 因為西方世界 已經知道沒有辦法可以做到清零 尤其是美國 英國這些地方 確診數字高得那麼厲害 根本如果你說要把數字壓到只有零的時候 才會開關 基本上他的經濟是會徹底陷入癱瘓 所以這些地方已經是完全放棄了這種策略 換句話說 現在這個香港政府 林鄭這班傢伙 就是會拼命 說謊 製造恐慌 利用疫情 繼續做著限制 出入境 現在嚴格來說 他不是限制出入境 而是要令你 增加 出入境的成本 從而減低人離境 當然有些國家甚至索性 直接限制 令到 你去過那些國家就變得更加麻煩 甚至乎要強制打針 才能夠 往返 令到 很多人 不會前往這些地方 又或者 要把計劃推遲 基本上 現在再去幫香港政府 研究他的防疫政策 這個跟研究一國兩制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沒有分別 嚴格來說 正在徹底幫港共政府 正在做塗脂抹粉的工作 現在基本上你去跟他研究防疫成效 保證 陷入 一個很大的危機 香港的防疫成果 完全不是來自港共政府 絕對不是來自他的政策 基本上主要是靠香港人做防疫 如果不是 當初一早就已經失手了 現在實際上 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 不會正式 公佈自己 封鎖香港 但是實際上 在行為上面 用各種形形式式的方法 封鎖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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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香港 完全崩潰 這件事有很大的關係 為甚麼 到了最近這個反制裁法 忽然之間 要 停止 暫時押後住先 要有所觀察 這個也跟 跟 香港的情況有關 假如你全面 一次過 所有外資撤離香港 香港的經濟 就會徹底 玩穴 所以 有一個很壞的消息 就是 假如 香港那個 以上的因素 他們擔憂的條件 消失的時候 換句話說 香港的經濟 是不是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情況之下 整個局勢就會有所變化 當他們到了已經不再擔心 外逃的問題了 是不是 崩潰都注定 成為定局的時候 到時 有機會真真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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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我們實在 按照今天的預測 現在也頗難估計 可能會在 一年半載之內就會有這件事 也不敢說得太遠了 現在實在是局勢 一兩個月也可以相差得非常之遠 大家有沒有想過 過兩個月之前 你會不會估得到 香港連 幾個大學生通過一個動議 在評議會 都會控告他們 是恐怖活動的 本來香港已經夠荒誕了 但是 這樣通過一個動議 四個學生 都要 控告他們恐怖活動 大家可以想像到香港 情況有多壞 今天也爆發了另一件事 律師會改選 有人宣布退選 這個 就是其中一個開明派 Jonathan Ross 公佈他們要退選 公佈他們要退選 而它的公佈聲明說明是跟 個人的安全 以及親家人的安全有關 大家可以想像 到底 現在這樣的地方 還有沒有 半點法律可言呢 所以 計劃 打算離開的你 如果有人計劃是離開的話 我只能夠希望給你一個意見 你盡量把計劃能夠提早 盡量提早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 記得幫我們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用無限loop大法幫我們播放 節目清單 我們今節說到這裏 拜拜